818胆囊吸肉,会不会矮变,要不要切,做手术理万针,来源数医学界肿瘤频道,最近有朋友很惆怅的问我,体检B超报告单题是,胆囊,有块5毫米乘6毫米大的吸肉,会不会是肿瘤,要不要做手术,吃药可不已消掉,有同样困扰的,我猜不只他一个,今天这个就针对胆囊吸肉, 跟大家好好聊一聊,如果你也同样困扰,别客气,坐下吃瓜 1.胆囊吸肉,有针脚之分,胆囊吸肉,全称为胆囊吸肉量病变,是指胆囊病,并向胆囊腔内突出或隆起的病变,因此也称为胆囊隆起性病变,临床上大多数吸肉是体检时,通过B超检查发现,少部分患者因有症状到检查发现, 流行病学资料写是我国胆囊吸肉的总体发病率,约为4.5%到8.7%,胆囊吸肉可根据病理特点,分为肿瘤性吸肉和非肿瘤性吸肉两类,肿瘤性吸肉,也称为真性吸肉,包括腺瘤性吸肉和吸肉型胆囊腺癌,其他上见的还有血管瘤,脂肪瘤,平滑肌瘤,神经纤维瘤, 非肿瘤性吸肉,也称为甲性吸肉,如胆固醇吸肉,盐性吸肉,胆囊腺疾病,腺疾层生等,其他少见的还有腺瘤氧增生,黄色的肉牙绒等。 二,胆囊吸肉会癌变吗?这个无疑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,以下就常见的几种类型吸肉进行阐述。 一,胆固醇吸肉,最为常见,约占60%,实际上是胆之中胆固醇过饱而吸出的胆固醇结晶,肠胃多发,直径多是毫米,粘腹在胆囊粘膜表层,柔软,地细小,较容易与粘膜分离, 大量临床病理资料证明胆固醇性吸肉的实质细胞丧失增殖能力,其癌变积率为零。 二,粘症性吸肉,表现为胆囊粘膜,向腔内裸体或结结形成,与肠期慢性炎症刺激相关,单个,多个均可。 体积小,一般直径5毫米,低粗或不明显,颜色稍红或与灵际粘膜相似,目前尚无癌便报道。 三,胆囊腺疾病,腺疾瘤是一组胆囊伤皮,极平滑极的慢性更生性疾病,表现为胆囊壁发生肥好性改变的病变,多为成良性经过,即是否恶便仍存在正义,癌变率较低。 四,腺瘤性吸肉是胆囊肠间的良性肿瘤,又趁胆囊腺瘤,占胆囊吸肉的2.3%到4.1%,临床观察发现,本病好发日中老年女性,且临床表现不典型。 腺瘤性吸肉肠胆发,胆囊体,底部位好发部位,地转而出,肌底部宽,表面光环或成分叶状。 腺瘤内外学者均认为胆囊腺瘤及腺瘤痒病变为胆囊癌前病变,其恶便率为20%到38.9%,但从腺瘤到恶便所需的时间还未明确。 5.吸肉型胆囊腺瘤,即吸肉本身已经癌变,所占的比例几小,约为0%到0.7%,因此,这个问题的答案是,大部分的胆囊腺瘤不会癌变,只有上部分内型吸肉前在癌变或已经癌变,如腺瘤性吸肉,胆囊腺疾病和吸肉型胆囊腺瘤等。 3.胆囊腺瘤,一刀切吗?临床上诊断胆囊腺瘤,手血超伤,但对其良恶性的判定还存在一定的困难,而增强克拉,超受内进击胆囊噪音等。 可作为补充检查,有助于提高诊断准确率。 方面,上无药物可消除胆囊腺瘤,所以手术成为其主要的方式。 那么,是不是一发现胆囊腺瘤就要赶尽杀绝,一刀切? 答案是否定的。 有症状的胆囊腺瘤,再排除吸肉未胆固醇结晶,或胆固醇结晶经历胆症状无明显缓解。 不论吸肉具体大小,建议行胆囊切除术,但我们知道,大部分胆囊吸肉是无症状的,无需过分担心,可以长期存在,不会对生活造成影响,不需行手术干预。 但,综合国内暗治难共识,对以下情况,应引起重视,需及时行手术。 一,吸肉直径大于等于10毫米约以4分之一发生恶变。 二,吸肉直径10毫米和并胆囊结实,胆囊炎。 三,胆囊颈部吸肉或吸肉生长部位临近于胆囊管开口。 四,若吸肉直径接于6、9毫米,又以下任一下恶变高位因素,均建议手术,年龄50岁,原巴性硬化性胆管炎。 8,8吸肉或无地吸肉,且迅速增大者增长速度3毫米个月。 举造性胆囊臂增厚,厚度4毫米,印第安足异。 对于早不适合手术的胆囊吸肉患者,需定期超生检查,动态观察,具体随访可参考。 2017年欧洲多省会联合阵南胆囊吸肉管理和随访。 如果患者没有上述恶变危险因素且胆囊吸肉69mm,或有恶变风险因素单胆囊吸肉小于等于5mm,建议在6个月,一年,然后每年直至5年进行随访超生检查。 无恶变危险因素,且胆囊吸肉小于等于5mm者。 建议在第一,三,五年做随访,胆囊吸肉管理和随访流程图,图片摘森木浩等。 2017年欧洲多省会联合指南,胆囊吸肉管理和随访加益。 一,存在的争议,扩度和不足,胆囊吸肉的发病率远比胆囊矮高,但前手术的目标是预防胆囊啊,因此对于明确哪些吸肉已经恶变或正在发生恶变,进而决定哪些患者需要接触胆囊,给目前的诊断和带来极大的挑战。 以上所述关于胆囊吸肉的合随法,是根据当前回顾性研究,而达成的一些指南共识,目前仍缺乏随机对照试验等高质量的证据。 因此,按照目前指南也难免存在过度或不足,过度,即使做了不必要的胆囊切除术,损伤了胆囊正常生理功能,而不足,主要制掩物手术,造成病情加重于手术风险增大。 正一一,义10毫米作为胆囊吸肉手术的临界值,临床上以吸肉直径,大于等于10毫米为标准接触胆囊是国内外的主流共识,是基于当前一些回顾性力研究结果而制定的。 从国内外文献看,胆囊吸肉的手术病例学检查,显示胆固醇性吸肉所在比例最高,而这种类型的吸肉并无恶变可能,只有25%的病例发生了恶变。 由此刻知道,目前义10毫米作为手术的临界值,会挫杀,以部分功能良好,无恶变弦能的无骨胆囊,对这部分患者来说是一种双重打击。 既要承担没有失去胆囊,而引起的相关并发症,又要承担手术带来的并发症,同时也是一种医疗资源浪费,一次标准是否避免胆囊癌露诊。 这也是一个争论问题,有学者对诗篇文献19958例胆囊吸肉病例的Meter文献显示,在43例肿瘤性吸肉中,有20例未恶性,其中激励35%吸肉直径,10毫米。 说明了直径,吃毫米胆囊吸肉也有恶性可能,因此,一次标准也难以避免胆囊癌露诊。 胆囊吸肉越大,胆囊癌的发生率越高,但究竟一多大的吸肉作为手术的临界值,仍需更高质量的研究证据。 胆囊癌有一个有效逐渐长大的生长过程,单纯,一吸肉大小,作为手术指正是不够科学的,还因结合患者的年龄。 性别,吸肉的增长速度,科学攻击和病症等情况。 综合考虑后方确定手术,樱桃剂以吸肉的大小,来筛查胆囊癌的根肾蒂固观念。 争议二,胆囊先出术,还是保胆取吸肉术? 在微创时代之前,胆囊手术大多选用胆囊切出术。 随着腹腔镜、胆道镜等微创技术的成熟,保胆吸肉摘出术是一个理想的手术方式。 其优点是操作简单。 创伤小,既切除吸肉又留存胆囊,对全身影响小。 若术中诊断被恶性吸肉,则行胆囊癌根肾性切除术。 然而,保胆取吸肉术,也难免会面临吸肉复发,以及术后局部粘连,对胆囊功能影响的问题,对其长期效果的评价还需时间的考证。 保胆取吸肉术的优点是乳目共睹的,也是微创技术发展的产物,不应排斥,但也不能烂用,应该对病人进行选择性应用。 上海东方的学者认为对胆囊功能良好患者,却年龄在60岁以下,如果吸肉符合以下条件,可考虑凭吸肉摘除术。 打发胆固醇性吸肉,如果患者全身情况良好,且无严重代谢疾病,可考虑凭吸肉摘除术。 多发胆固醇性吸肉,特别是有症状者,由于目前尚无可靠预防复发方法,然建议请胆囊歇除术。 体检发现胆囊吸肉,不必人人自危,吸肉也有真假之分,大多吸肉是良性病变,至少数不良本子会癌变。 定期观察是基本,手术是根本,但要避免过度,保留胆囊功能,同时避免不足。 争取在爱前病变阶段及时清除,参考文献,一卢号,刘全达,2017年欧洲多学会联合指南,胆囊肌肉管理和随方摘役J,临床该打病杂志,2017,336,1051-1055,2董嘉宏,王建明,曾建平,胆囊满诊断和指南,2015把J,中华香化外科杂志, 2015,1411,411-419,三缕文采,贾力,温爽,德,从胆囊满的高位因素看胆囊肌肉的外科处理策略,是否大于一黎明的胆囊肌肉都需要手术,J,中华肝胆外科杂志,2017,2312,861-864,四兆海鹰,刘金刚,从过度和不足角度看, 无症状性胆囊结实,与胆囊肌肉的规范化J,中国使用外科杂志,2016,3610,1053-1057,五中国抗癌协会,胆囊满规范化诊治专家共识,2016,J,中华肝胆外科杂志,2017,224,611-620,六湖海, 许安马安,如何应对当前胆囊肌肉,让病变整治困境,J,中华肝胆外科杂志,电子版,2017,102,68-73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